幸福三重奏的三组家庭中 大S帮小飞应该是许多女生最羡慕的了 因为帮小飞照顾大S 真的是把大S宠成了一位公主 而男生应该更喜欢陈蒋夫妇之一对吧 蒋勤勤也同样是把陈健碧宠成了个陈三岁 在幸福三重奏第九期预告中 由于蒋勤勤临产 于是陈蒋夫妇从北京郊外搬回城市的家中 方便勤勤待产 夫人外和江洪杰前来探望勤勤 同时也是来与他聊天节目 话题自然离不开孩子 陈健斌主动承认自己不愿意给孩子换尿布 并夸张地说看见婴儿拉巴巴了 自己就不行了 蒋勤勤也在一旁补了一道 补充说老陈面对孩子拉巴巴会走得好远 原来陈健斌夺览的方式是这么直接 但陈老师表示不服气 并开始为自己辩解 将原由都归于基因 男性的基因里没有母性 所以做不了给孩子换尿布的事 而女性的基因里有母性 所以他们什么都能做 陈老师这说的就有些过了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 也有不少好男人会给孩子换尿布的 蒋勤勤一听 开始反驳说 那也是没必到那份上 那就咱俩 那我不做 你只能做陈健斌继续辩解 知道要将话题上升一个高度才能至上 于是解释说 自己不是说的咱俩 脱口而出一句话 我是说人类 蒋勤勤一听这五字 瞬间无语 向着老公翻了一个白眼 最懂陈健斌的 当然是和他朝夕相处十年之久的 妻子蒋勤勤了 勤勤知道自己老公主要还不就是蓝吗 没被逼到那个份上而已 不过聪明的蒋勤勤选择看破不说破 脸上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 那么接下来 谢谢大家